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美国中期选举就要登场 美国总统川普卯足权力在最后关头催票 但在投票前夕 川普坦言自己语不惊人的说话方式应该要收敛 明显打出温情牌 根据路透社报道 川普六号接受新克莱广播集团访问时坦言 自己过去两年担任总统时措辞应该要更为温和 但话虽如此 川普还是不忘把炮火瞄准个别民主党人士 并持续聚焦非法移民话题 川普接受访问时表示 他并不喜欢美国当前政治论书中到处语带讽刺的情况 他说自己想和大家好好相处 但现在因为进入选战模式 大家都火力全开 川普日前出席印第安那州造势活动时表示 民主党人士鼓吹让数以百万计的非法外国人 违反美国法律越过边界 并在美国横行无阻 川普强调自己并不是种族主义 只是希望移民必须合法的进入美国 选前冲刺阶段 川普不只力捧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 也大谈移民话题 经济移民牌双管齐下 被认为是煽动选民的恐惧与反感 希望刺激更多共和党的保守选票 日前站台时 川普扬言考虑重启移民零容忍政策 并抨击对手民主党想要开放边境 给大量犯罪分子强调只有共和党 才能让美国再次安全 共和党狂打非法移民议题 甚至还在美国NBC高收视率的节目 周日晚前足球赛4号转播期间 播放一段广告 内容是把目前涌入美国边境的 州美洲移民车队 和一名墨西哥杀害警察的凶手 画上等号引发不少争议 因为这段广告可以说是过去30年来 美国最具有种族议题的政治宣传广告 被批评有违言耸听之嫌 随后NBC福斯新闻和脸书 都接连下架这则竞选广告 川普左吹嘘美国经济强盛 诱打非法移民 但其实在这次选举当中 健保议题同样是选民关注焦点 根据中央广播电台 美国65岁以下人口 有多达四分之一都无力负担医疗费用 负债更导致数十万人破产 前总统奥巴马以此提出评价医疗法案 希望将没有健保的民众纳保 不过川普上任以后积极推动废除这项法案 并在去年7月提出部分废除奥巴马健保 但这项法案被质疑 未来10年内可能造成1600万美国人失去健保 健保议题让共和党居于下风 奥巴马健保反而成为民主党这次的拉票利器 因此有分析认为 川普大肆抬出移民话题 是要把选民关注焦点 从健保转移到移民身上 而除了狂打非法移民话题 川普也大打经济牌 不断在自己的推特贴文 夸赞美国经济表现亮眼 也不忘吹嘘自己过去两年的政绩 带领美国经济走向繁荣 最重要的是在贸易战引发不少市场人士反感之际 川普也释出他将和中国国家属席习近平未面的消息 尽管有不少专家指出 美中双方距离达成共识 实际上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但无论如何 这都是川普力图在选前营造市场繁荣的气氛 希望能刺激市场信心 冲高选票 至于美国选民买不买账 共和党能否保住习次 立抗民调保持领先的民主党 投票日渐分晓 以上是陈佳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ック国选民调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